三国演义中 庞德的战斗力真的很强 曹银自将车轮战拿不下庞德 关羽与庞德也只是战兵 而且很多人诟病说关羽输在了年老 但从岁数分析来看 庞德和关羽的岁数是差不多的 可见庞德这个人的战斗力其实是非常强悍的 说他和徐祖一样是超一流猛将 自豪不为过 甚至于说马超为何不让庞德去单挑 每次都自己上 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 对于庞德大家有比较多的误解 很多人认为庞德的战斗力 应该就是和张辽张和他们差不多 甚至有人认为庞德战斗力不如张辽他们 只是和魏妍差不多 实际上这都是错误的 演义中的庞德战斗力堪秘关羽 是妥妥的超一流猛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庞德的三场战绩 看看他到底有多强 庞德战曹银四将 马超头奔流背后 把庞德给遗弃在了汉中张辽处 让庞德的位置非常尴尬 为了自保 庞德自愿替张辽出战 迎战曹操 在之前的魏桥之战中 曹操曾见识过庞德的超强武力 此时见庞德和马超分离 起了爱财之心 准备让手下采取车轮战 疲惫庞德 之后活捉庞德 结果曹银四将出马 张合 夏侯渊 徐晃和庞德打了几个回合 徐主也只和庞德打了50回合 很明显曹操的战略目的并没有达成 那么张合 夏侯渊 徐晃 徐主四人 为何不多打一会儿呢 很明显是因为他们打不下去了 而且他们回阵都在夸庞德的武艺 曹操也并没有怪罪四人 可见当时庞德发挥出的战斗力 确实是非常飘悍的 曹银四将在不全力作战的情况下 根本就无法和庞德长久作战 庞德占魏妍 汉中之战 庞德和魏妍曾有过两次作战 第一次双方打个平手 魏妍炸败退走 之后曹操徽军对战马超 魏妍抽准机会 再次杀向曹操 想要端掉曹操的指挥部 连曹操自己都被魏妍射掉了两颗门牙 前军一发之际 庞德杀出 成功地击退了魏妍 救下了曹操 从这两场对战来看 很明显庞德的战斗力是要强于魏妍的 若是魏妍更厉害 第一次对战 他没必要诈败 第二次对战 他也可以成功地拿下曹操 庞德占关羽 相反之战 庞德抬关而战 后关羽打了100个回合不分胜负 最终采用诈败之计 引用关羽回击 回身射箭伤了关羽 对战以庞德获胜而告终 综合上述分析 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了 庞德的战斗力是要高于魏妍 高于操应不少将领的 甚至是可以打平关羽 说庞德的武力有超一流水平 倒毫不为过 那么既然庞德的战斗力这么强 为何每次作战马超 都不让庞德去单挑呢 反而是自己亲自上场 事实上 马超之所以这么做 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 庞德的战斗力不如马超 马超在三国演义中的战斗力 是非常强悍的 被曹操称之为由吕布当年之勇 在和徐主的对战中 虽然表面上看双方打了200回合 部分胜负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 徐主和曹操的举动就会发现 此战的胜者乃是马超 当时徐主为了打赢马超 脱掉自身盔甲减薪重量 发散热量 使自己的战斗力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然而即便是这样 他仍然未能占据上风 最终被迫丢到双刀去抢夺马超的武器 很多人认为这是徐主英勇的表现 殊不知 这其实是徐主不敌的表现 正常作战 谁会扔掉自己的武器 去选择抢夺别人的武器 很明显徐主是被逼急了才会出此下策 见徐主对战如此吃力了 曹操明夏侯渊和曹洪上去帮忙 令连打叠眼镜 英明说好的单挑 打到后面又变成了多打一呢 曹操的脸面不要了 事实上曹操之所以不再顾及颜面 就是因为在他看来 徐主已经是强奴之末了 再打下去已经是不行了 徐主和马超的这场对战 马超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马超能够击败徐主 而依照庞德在曹营的地位来看 他应该是打不赢徐主的 所以说庞德的战斗力其实是不如马超的 这也是为何马超不让庞德上阵单挑的原因 事实上庞德打不赢马超 是一件非常好理解的事情 马超出生于公元176年 中平四年的时候只有12岁 而在这一年 庞德已经上阵作战了 可见庞德比马超至少大个八九岁 八九岁的年纪已经可以形成好几个代沟了 战斗力差距自然也是不小的 也许之前的庞德勇冠三军战斗力不错 但是当马超成长起来后 庞德年纪大了 已经不是马超的对手 二 马超想要亲自为父报仇 在演义中马超之所以要起兵反抗曹操 主要是为了替父亲族人报仇 杀府之仇不可不报 我们看张飞关于死后 张宝和关信是多么的疯狂 面对吴军他们必定冲上去对战 要亲自为父亲报仇 可见在当事人看来 为父报仇必须得自己亲自动手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马超不让庞德出阵 而是自己亲自上阵 打出了八九回合几百余金 二十回合几百张和的超强战绩 庞德知道马超要为父报仇 自然是不可能去和马超身边的 只能默默跟随在马超身边 为马超押阵 三 马超有武将之友 五统帅之谋 虽然说马超是西梁军的统帅 但本质上来说 马超的统帅才能算不上多厉害 他和当年的吕布倒是挺像的 明明手中有一支强悍的军队 有不少人才 但就是喜欢自己亲自上阵 使得手下人缺乏发挥的空间 所以马超本质上来说 只能算是个猛将而已 作为一军统帅 正常情况下应该居中指挥 而不会傻呼呼地冲到前面去 冲阵这种事情 应该交给手下猛将前去 但马超却并没有这么干 庞德在马腾手下时 就已经勇冠三军了 完全可以作为冲阵的猛将 但是马超并没有让庞德前去 而是自己率队去冲阵 这完全就是网夫的做法 如此好勇斗狠 又岂是一个统帅该做的 马超这人五人的血勇 超过了统帅的谋略 经常一股脑冲锋 最终落得惨败 也正是因为他缺乏统帅之谋 只有一枪血勇 所以没能用好庞德 白白浪费了庞德这么一元 超级猛将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